最近那几只喜鹊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导致现在鸡蛋都没有鸟吃了 消不出去啊 难搞 放生的这六个家伙就剩三只了 每天就有三只回来 剩下的三只不知道去哪里了 赶紧吃 这狗子也想吃鸡蛋 来 给你一点 这几个鸟还没开始换羽毛呢 就这个尾巴挺好看的 走吧 这里还有两只赶紧吃鸡蛋吧 这鸡蛋都没有鸟吃了 你这只该死的鸽子吃鸡蛋吗 来 正宗的鸽子蛋 不吃拉倒 这一只该死的鸽子 最近因为天气太热 每天都躺在水里面 不要被淹死的啊 这一个还没吃饱 带走吧 哇 好能吃啊 再吃一点 吃吧 这里发现了两个小兄弟 来 吃鸡蛋 特别怀念喜鹊吃鸡蛋的日子 但是现在他们已经不回来了 给你吃一口 另外一只还不吃 我来召唤一下喜鹊 过来 过来 来了一只 最近一直没有管过他们 每次回来也没有给他们搞吃的 导致他们现在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 小伙子 过来吃鸡蛋 现在根本都不敢靠近我 但是我叫他 他还听得懂 这一块放这里吧 算了 看来这鸡蛋只有喂狗 哎 没办法 去吧 主要是这里还有一个鸡蛋怎么办 今天就煮两个都削不掉 以前每天煮十个还不够吃 我万万没想到鸡蛋有一天要对饭桶下手了 看来他是没兴趣 最后这鸡蛋只能便宜这两个狗子 这狗子又拴着了 因为又弄别人的菜 这鸡蛋也是万万没想到 有一天他被煮熟了 除了狗都没有其他人搭理他 看一下我的十姐妹下蛋了没有 这个窝做的还挺精致的 材料是我给他们弄的 哎 下了一颗鸟蛋了 还可以 等到孵化出来之后 手养十姐妹 好了 今天就这样 再见了